然後這個叫銀河系是星系 然後呢好多個星系會構成所謂的星系群 我們也在一個星系群裡面 這個星系群叫做本星系群 我們這顆星系群 本星系群 本星系群裡面除了我們的銀河系之外 還有什麼大小麥哲倫星雲 還有所謂的仙女座大星系 都是我們本星系的成員之中 所以呢星系會構成所謂的星系群 然後呢我們這個看過就算了 你不用背它要全部都是估計的 我們估計宇宙有10的十四方個星系 每個星系有10的十四方個恆星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宇宙中 應該不會只有地球有生物 假如每一個恆星都有10顆行星 那宇宙就有10的21次方個行星 10的21次方個行星 只有一顆地球有生命 10的21次方分之一 我們就覺得這個機會實在太少了 所以應該還是會有別的星球上有生命 只是我們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跟它接觸 都不能夠知道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會有 那麼同時天上我剛才講過了 你晚上抬頭看星星數月亮 你看到幾乎全部都是恆星 除了月球不是 除了金木水果土不是之外 都是恆星 事實上人類以前然後望遠鏡看 也幾乎都看的都是什麼? 恆星 為什麼看不到行星? 不會發光 因為行星不發光 太暗了 我看不見 一直到這些年來 我們有一些神奇偉大的技術之後 我們才看得到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所以稱為系外行星 你上次有看到新聞寫說 我們發現一個東西很像地球 什麼這些東西 系外行星 那美國現在的太空船在天上 專門在找這個系外行星 所以呢 大概一年到兩年前我聽到的是 我們發現幾百顆 現在我們發現的是幾千顆 幾千顆系外行星 這樣爆聲 所以反正就是我看天上 基本上我看不到行星 為什麼看不到行星? 因為行星不發光 太暗了 所以我看不見 好 就有這個表格 就有這個圖 有人就會問你 請問你是星團大 還是恆星大 還是星系大 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所以你要看一下 了解大小次序 宇宙有好多的星系群 星系群裡面有很多的星系 星系裡面有很多的恆星 恆星它自己的組織 但是我們比較了解只有太陽 我們知道我們有衛星啊 有行星啊這些 但我們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學校在宇宙的地址是 宇宙的本星系群中的銀河系 裡面有個星叫做太陽 太陽的星叫做地球 地球有個叫做台灣 它有一個視靈區 它有個天靈 我們就在這裡 所以說這是我們在宇宙中的地址 所以這個組織的架構要能夠理解 有人會問你星團大還是恆星大 還是星系大 誰比較大誰比較小 了解 看一看星長一下就好了 地球在太陽系中 太陽系在銀河系中 銀河系在本星群群中 國中就到此為止 國中就到此為止 當然到了高中裡 高中會告訴你 我們還有一個超星系團 它就更大 那麼你平常幾乎不會碰到上面那個 宇宙長城或海綿結構 你幾乎不會碰到這個 這一年有個學生高中生說 老師要他寫宇宙結構 我就跟他講這個 你寫了這個 就表示你資料找得非常完整 然後你可以寫了兩個 平常不會看到的東西 你程度很好 OK 這樣子 你國中指導星系群就夠了 國中指導星系群 以上國中生都不用理他 不能都不用理他 你只要到星系群就可以了 了解一下架構 地球在太陽系 太陽系在銀河系 銀河系在本星系群當中 了解大小就夠了 就是我們跟各位談的 宇宙的架構啊 組織啊等等之類的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很好